精准的吸引到对方的目光,对你有印象 就不再讲了说,大家好,我是某某人寿公司的谁谁谁 那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我们公司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想客户有什么心意的? 客户要听的是,其实我们在讲整个所有的形象 都在讲了,其实不是在讲对你的好处是什么 对你的那句话,能够精准的敲纵对方的心态里面 让他认同那些事情是对他有好处的 他就觉得他愿意买单了,就像记忆学来讲 父母亲讲的就很简单,你要让你的孩子读第一名吗? 让你的孩子背书,能够很轻松的倒背如流,就能够得到第一名 不用每天买头骨干了,还是倒数第一名 就是类似这一类的嘛,就让他很精准的知道这些事情 那一分钟的设计就是说,大部分在人脉的交友上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通常对方会给你的时间 会是在30秒到一分钟 那30秒到一分钟是怎么的概念? 因为我们CBA里面,譬如说大家有一个朋友来到这边 那是因为你藉由一个所谓的,我们在讲ABC 藉由一个你的朋友帮你介绍一个新的朋友 你跟这个人开始做互动 那因为有中间那个朋友的关系 所以对方通常会愿意给你的时间大概是一分钟 所以你要如何去展现这个一分钟,就是他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CBA要训练一分钟 就是因为我们会带很多新来冰浪 OK,那如果你所碰的是没有中间那个人 他是你跟他是陌生认识的 通常他钻注力在你身上大概只有30秒 那你如何去用30秒的,你自己本身的30秒的行销 去让对方发现,我应该要留下你的名片 而不是你的名片拿回一下之后就丢到特色棚去 就差一点就在这边,好吧 好,那我们就有时间再交给你 在这边